弟兄姊妹们平安 感谢神 辟麻蒙会之后 神给了我一份新的工作 在家成人教育机构做讲师 11月18号 是我上班的第一天 但是当我看到 各方面没有达到我的预期时 我内心是有点沮丧的 19号早晨 我在看保利牧师上课时的图片 我看到耶稣基督的品格当中 有知足这个品格 我内心就觉得羞愧 我向神祷告说 天父我错了 我愿意放弃我的价值观 放下我固有的价值评判标准 从零来看待这份工作 神当时就扭转了我的心 他使我喜欢上这份工作 而且发现这份工作 有诸多的好处 到公司之后 当我了解到 公司是我们这个行业的领先品牌 在这个行业已经扎根十几年的时候 我深深地被神蛰伏了 神为我们安排的都是最好的 辟马蒙会之后 神真的在塑造我的内在品格 今天神还带着我做了一件神奇的事情 我昨天在超市买酸奶的时候 用手机支付 我当时居然漏了支付 拿着酸奶就走了 但是今天 神使我想起这件事情 而且我今天回到超市去进行补单 这在过去肯定不会做的 因为我过去也是一个贪便宜的人 但是今天 神就使我能够做这样的事情 我上班的第一天 我的同事夸我像95年的 但其实上我是90年的 第二天我们就换了工位 换到了环境更好 氛围更好的地方 第三天 我的同事说 我看起来好幸福 像恋爱中的女生 但其实上我是单身 我知道 这一切都是神在我身上做的 披码蒙灰之后 神真的真的可以塑造我们的内在品格 只要我们愿意放下我们自己 让神来逃造我们 他真的真的可以塑造我们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非常非常感谢彭林牧师 工作是彭林牧师亲自打电话 催促我来找的 包括当我做工作抉择时 彭林牧师也给了我建议 彭林牧师还告诉我 要学会打扮自己 要做我们公司的花瓶 等等等等 彭林牧师给了我很多的建议和帮助 在我看来 彭林牧师是一个天线接得准 地线踩得稳的牧师 我真的真的非常感谢 彭林牧师给了我一系列的帮助 谢谢天父 谢谢天父带我上披码蒙灰这个课程 谢谢天父在我身上所做的一切的神迹 也谢谢彭林牧师这一路的教导和帮助 谢谢披码蒙灰这个课程 谢谢